哈喽小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参加我们的儿童主义学 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好 我们先来赞美敬拜 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要来赞美敬拜咯 那你们可以跟着视频 可以跟着音乐一起来看 要开始咯 无论是住在 美丽的高山 或是当我在 平安的游步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想遇下在脸上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哈 它不改变 无论是住在 美丽的高山 或是当我在 云上太阳 云南的游步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祝你为你我而以为 闭上太阳 它从不改变 虽然想遇上在脸上 闭上太阳 它从不改变 它不改变 闭上太阳 它从不改变 虽然想遇上在脸上 闭上太阳 它从不改变 它不改变 祝你为你我而以 小朋友们 天父爸爸会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他也会一直都保护我们 他会预备好多好多的祝福给我们 他也是永远都不会改变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远都保护我 为一地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3个星期的内容是什么? 第3个星期的内容是叫做 真心的礼物 好 老师请小朋友再跟老师一起重复一遍 真心的礼物 真心的礼物呢 我们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是一份小朋友很认真 用心 他觉得是一份能够把爱 传递给他家人的一个礼物 所以呢在这一周的时候呢 小朋友就要去 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 可以是一张卡片 可以是一包小小的饼干 甚至可以是你家外面种的一朵花 这些东西都可以是你用心 更认真去准备 送给你的爸爸妈妈阿鼓哥姐姐的一份礼物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一周真心的礼物的内容有什么吧 星期的时候呢 小朋友你就送给你至少一位家人一份 你觉得他爱吃的食物 那因为我们是小朋友 还没有能力去工作去赚钱 就鼓励小朋友准备一份小饼干 给你的爸爸妈妈就好 或者是你的哥哥姐姐 星期二的任务就是 老师要小朋友对着你的一位家人 来唱一首歌 那这一首歌呢 是你要小朋友 你一想到这位家人 你就可以想到的歌 星期三 这里小朋友呢 就准备制作一张DIY的卡片 那卡片上面的内容要写什么呢 老师要小朋友在这张卡片上写一个 鼓励你的家人的言语 好不好 那我们到星期四 老师就鼓励小朋友 可以送至少一位你的家人 他平常会很习惯用的物品 那这个物品可以是一支笔 你把牙刷 或者是送一份小饼干 所以今天的这个任务 会跟星期一的有一点接近 好 那到星期五 那星期五的时候呢 我们就送你的一位家人 你认为这个礼物 是可以让你的家人觉得 哇哦 我一想到这个礼物 就觉得好轻松 好放松 所以小朋友你要用心 去认真想一下 哪一个礼物是最适合的 那么到星期六的时候 因为小朋友没有上课 老师就鼓励小朋友 你可以把你上个星期 跟你的家人合照拿出来 或者是复印出来 或者是在电话里面 直接来DIY设计一些 非常好看的东西 如果最后能够的话 就把它打印出来 把它粘贴在我们的冰厨上面 我们本周真心的礼物 就到这里啦 期待小朋友来 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些任务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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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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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新娘子了 李宗盛 求求上帝祝福他们 来 接下来 我们来背经文 也承诶